親愛的,這些消息的接收者來自全能的上帝,尊重你的社會,政治,教育和宗教地位,我有將這些珍貴的信息發給你,用專注的心水閱讀它,並決定做什麼? 如果你的決定是將它營到垃圾堆,不要給它遠去,因為,我靜,肯定你會絕望地搜索它。 但是,如果你選擇尊重我所做的信息,你做得很好,你應該得到萬能的上帝的所有尊重和憐憫。 讓上帝讓你的頭腦開放,所有這些信息在所有的事實,都給我們的父親告訴你正確的道路,祂的安全手,真誠尊重你。 全能的上帝伯仁,是給新千年的禮物,或愛塞俄比亞日曆的新年禮物。 你們人類聽,增開你的眼和耳朵,聽到和看到你未來的命運。 奧塞瑪貝維維內費斯蓋布阿姆拉克阿門。 阿姆哈拉謊言,是全能的上帝。 在這個看不見的最覆蓋的時代,你們人類,聽什麼全能的上帝已經決定你未來的命運。 在下面的幾頁,你可以找到關於我們來的命運由全能的上帝判斷呼吸的完整訊息。 如果你有興趣聽取關於每一個人命運的決定和判斷,只需閱讀以下指示性罪言,然後再閱讀主要完整訊息。 一在你決定閱讀這些由全能的上帝發送給你的訊息之前,至少你應該知道信仰意味著什麼,都敢知這些訊息,你必須有一些信心。 你必須是一個禮貌,誠實和真誠的人,在每一個對待人類的方式,理解生活方式,特別是相信全能的上帝信仰你必須如此,為了逃避即將到來的地獄,你應該把自己放在全能的上帝手中。 在這個完全迷失的世界裡面,這些訊息的出現,被少數人製造了驚喜,都為很多人製造了驚喜,他們迷失在這些小魔化的世界裡面,這些訊息將是一種樂趣和笑聲。 那麼多人可能會提出一個問題,為何他們沒有聽說過三個一兩年的消息,但的人是真誠的,他顯示了他們渴望知道真相,對於這個真誠的問題,我想向你保證,我有盡最大的努力,使所有國家知道這些訊息。 我已經被所有有關政府和國際組織,如聯合國,歐盟,英國,美國,中國,俄羅斯,法國,德國,巴西,印度,挪威,日本和南方,非洲,澳洲,埃及,兩年前,我還透過大使向十七位國家元首傳遞了第一批訊息。 我是窮人,一個窮困的兒子,是全能的上帝的博人,除了一點,我能做什麼? 我給了你值得信賴的政府,讓你知道一定是他們的責任,但他們沒有做,因為他們應該做的。 記得各種人類,為何你的民選領導人沒有告訴你的命運決定消息的出現? 至於我,原因是,今天所有的領導人都是小魔化魔鬼的奉獻毒人,雖然他們看來是上帝的真誠的人,但事實是他們不是,他們真正的面系為魔鬼他們的主人服務。 因為他們的魔鬼立場,他們持有一切可以幫助你代表真理,每一個堅持真理的人,都是今天為魔鬼利益服務的世界領導人的敵人。 因此,他們隱瞞了你獲得了解的權利。 那些不懂和尊重他們創造者的人全能的上帝,正如神的話語所說,他們將被給予一個沉悶的頭腦,就是我們今天目睹的真相。 我們地球上的所有國家只要思考和看到原因一次,今天面對你的,我們時代世界政治和宗教的領導人,正如你所看到的,他們呼喊的民主,這個民主的面具掩蓋自己。 他們說和哭,如果他們是所有人類的倡導者,無論他們發誓,並被他們承諾的話,因為他們是人權的守護者。 那麼,這些說話是言行一枝馬?你可不可以作證嗎? 我不敢認為,在你的死亡過程中,通過各種形式的破壞,他們答應你的生命保險。 當你失去你的工作,他們仍然為你一個承諾,但當你見證他們救助財富,他們都是富人的守護者。 當我們來到宗教領袖,他們都這樣做,作為世界領袖。 這些宗教領袖,如果他們是全能的上帝的真正博人,他們會告訴你為何你在迷失的出魔法方式。 他們都會告訴你你未來的命運和命運,由全能的上帝決定。 但他們不可以,因為他們都是給這個世界的知識、權力、貪藍和金錢蒙蔽的魔鬼博人。 那麼,他們怎樣能告訴你救恩的方式? 在這些信息出現之後,幾乎所有領導人仍然隱瞞真相,並試圖捍衛,這些消息的派。 正如你所看到的即將到來的地獄經濟危機、金融危機、自然災害、致命的病毒、炎熱的天氣等的症狀。 正如你所看到的,消息的寫作質素和語法順序是不好的,但我建議你只注意所有的消息。 那麼多宗教領域試圖給這些信息的派設至障礙,但我想告訴他們一件事, 從一刻起,不再有爭論,不再有時間做你爭小魔化的黑暗統治生活的方式。 你唯一能得到的就是信息怎麼說,而信息將決定你未來的命運。 這些消息不是任何人的命令,而只是由唯一的上帝的命令, 將同命令來,祂創造了一切名是全能的上帝。 實在判斷信息之前,用心和心讀,反覆閱讀,正如我們所有人所見證的, 整個世界正處在進入全面和全面毀滅和毀滅的邊緣, 由全能的上帝的懲罰性之手,所以所有必要的症狀現在變得清晰可見, 各種形式的危機,以及一切形式的自然災害, 都是即將來臨的地獄的跡象, 具有看不見的完全毀滅的力量, 所以你最好聽到自己的安全, 如果你忽視他, 只要由你決定, 你被創造泥區分壞和好, 全能的上帝的所有決定都是基於你自己的個人選擇。 今日的幾代人是幸運的, 因他們被勸告,用忍用多種方式悔改。 但人類從未將他視為一個絕佳的機會, 相反,他卻配對著創造者的要。 而現在來到最後的檢查對象, 要由大家來決定, 信息將一切放在你面前, 所以由你來閱讀, 知道你未來命運的隱藏真相。 祝你閱讀和理解好。 消息一,適合所有人類種類。 1998年11月7日埃塞俄比亞日曆發布, 或2006年11月15日歐洲日曆發布。 此消息是第一個決定, 可以稱為黃燈。 通知, 仔細閱讀消息, 當你給別人, 你必須給所有頁面, 不要減去加法或改革。 如果你這樣做了, 你會受到懲罰。 免費給予, 正如我對你們所做的, 那些心甘情願感給你的人, 你只能接受你的支出。 全身, 郵寄, 在互聯網上發布, 網站等, 將它印在雜誌, 報紙上, 在電台, 電視上播放。 對於那些從不安照消息命令做的人, 你必須由訂單清單上讀到, 他們要受到什麼懲罰。 沒有人被禁止做好工作。 無論是領導人, 還是個人, 他們都是按照他們的真誠和悔改行為來衡量的。 每一個善舉都是由簡單的一些行動開始的。 祝你獨一獨! 1998年11月7日, 埃塞俄比亞日曆, 信息一所有人類種族, 誰居住在地球的所有臉上。 給我們榮譽的讚美, 感謝祂的名。 At World MNEFSE, 基督斯阿哈道阿梅拉克全能的上帝, 給祂的神聖名受到讚揚和尊敬。 阿門! 給我們感謝所有人類的創造者, 他們居住在地球的所有臉上。 對於你們所有, 誰生活在不同的語言, 地點, 不同的文化, 在所有不同的地區, 州, 大陸與我們星球的所有部分。 讓我們對你的消息進行沉止和聯繫。 領導世界國家的人, 以及不同宗教機構的領導人, 作為全教士, 組織者和父親, 人。 你們當中學者, 哲學家, 軍隊指揮官, 國王, 國際組織領袖, 你們中那些認為你們以你們的力量和財富統治世界的人, 尤其是美國, 巴比倫, 以及你們中那些是他通姦和罪惡歐洲, 亞洲, 阿拉伯, 拉丁美洲, 非洲和所有小國的一部分的人, 他們是為了為你的主人美國服務而創造的。 為了你們這些人, 萬能的上帝國仔, 由於你們對萬能神的信仰同要, 在巨大的困難和挑戰中, 因為我充滿了物質, 我裡面的精神約束, 我看我的肚子作為酒, 沒有發洩。 他準備像新瓶子一樣爆裂。 我會說, 我可能會神清氣爽。 我會將開嘴唇答, 工作三十二時十八分之二十。 正如萬能的上帝所提到的, 由於對我的執法, 聽說我要發出全能的上帝的信息。 我與主和我的腦海爭論不說話, 就好像喬納斯一樣。 但是,抵抗主的要, 我不可以行得更遠。 所以,我不能停止或抗佩佩, 儘管我好傷心, 但我要告訴你我們星球即將來臨的命運。 因爲我必須服從他的命令, 讓這個警告和即將來的判斷到達你。 我在知識方面太細了。 我是一個罪人, 我的日常生活一無所有, 我是埃塞俄比亞的公民, 你總視稱它是世上最貧窮的國家。 此消息包含四個部份, 一,對於我們的現代學者, 總督,傳教士,罪主, 通姦,雞姦,殺手,強盜,赤貧人民的敵人。 一般來說,魔鬼的兒子和伯仁日夜工作, 以毀滅全能的主法和命令。 這信息是為我們的時代蛇。 二,這一信息是為那些在天主教, 新教,正統,英國聖公會等宗教保護山下組織起來, 以基督教的名義被收容的人。 三,對於所有那些經常因這個星球而受苦的人, 他們掩蓋了嚴重的罪業。 四,信息是向埃塞俄比亞人及其領導人發出命運。 一般來說,在這個信息中, 你會得到,世界和整個國家的罪業和罪行, 將受到懲罰和判斷其根心底故的罪行和罪。 聽到這個判斷。 同懲罰,你可能肯知道與否,但他由你決定。 他會帶你。 你主人魔鬼,你的知識,你的財富永遠不會拯救你。 對信,這條信息可以告訴罪人,他們即將被判處死刑的遞暴力。 對於萬能的上帝的真誠和禮貌的人, 他們會聽到他的評判聲, 他的父親身份和他對任何危險的警惕。 A,對於那些在N,一中提到的,是信息, 打開你的耳朵和眼,聽。 1,今天我們在這裏再生的人是誰? 主說,命令你保持安息日。 尊敬你的父親和母親為主, 你面對面地在火中坐上山, 當時我站在主與你們之間, 告訴你主的話, 因爲你們害怕的火的原因, 並無到山上,說。 2,我是主,你的上帝 主,你的上帝侄道神, 探望第三代和四代爭我的父輩的罪業。 3,在我之前, 你沒有其他神。 4,不得為你們製作任何墳墓圖像或任何象在天上, 或在地下或地下水域的任何東西。 5,你們不得在他們面前低頭, 不要為他們服務。 主啊,你的上帝侄道神, 探望第三代和第四代爭我的父輩的罪業。 6,憐憫成千上萬愛我,守我的戒命。 7,你不得徒勞地拿主的名, 因爲主不會抱住他。 保持安息日,以聖結他,作為主,你的上帝命令你。 我們這個時代一個了不起的罪人, 你所謂是誰? 對你說,全能的主。 你充滿了驕慕,你依靠你的願望, 你忽略了全能的主。 誰伸展和創造了這個地球和天空, 你垃圾箱, 說明你是誰? 蛇哥仔,嘲笑和侮辱你的創造者, 你該做這些嗎? 如果你呼吸鼻子閉上, 你會立刻死去。 你是誰? 記得,你是一個垃圾箱, 全能的主的視線, 什麼都沒有。 聽聽上帝對你說什麼? 誰測量了手中的空心水, 用斯潘把天堂伸出來, 用一種尺度領回了地球的陳蕊, 在天平和山幽上清亮了山, 平衡了? 誰指揮了主的精神, 或作為他的議員教導了他? 與誰採取了他的建議, 誰指示他, 並教他在判斷的誓言, 並教他知識, 並向他展示的方式。 理解, 看, 國家就好像滴水, 算作平衡的小陳蕊, 看, 他採取細野的倒墜。 黎巴嫩都不足以消毀, 那裡那些野獸都不足以燃燒。 在他之前, 所有國家什麼都不是, 他們只望他給武童虛榮心。 你會將上帝對誰給呢? 或者你和你相比什麼喜歡? TG 以賽亞書四十時十二分至十九。 對於上面提到的全能神的話, 你有什麼反應? 你無話可說, 但你依靠你的知識, 使你自己凌駕於上帝之上。 你讓自己成為決定者, 禁止任何事情。 你忽略了神的話語, 你建立了自己的法律, 而不是祂的話。 你沒去掉全能的上帝的話。 你用你的法律代替了祂。 很明顯, 看到你的驕傲, 你在商業和智慧上的成功, 要你拒絕全能的上帝的存在。 因此, 祂是看不見的, 看不到在未來, 卡姆看得像你淡的罪人。 全能的上帝不命令你什麼? 萬神的上帝, 阿伯拉罕神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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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以色列,標像和判斷,我講話在你的耳朵一天,你們可以學習他們,並保持同做他們。 我們神的主在霍雷報與我們立正。主不是同我們的父親,而是與我們,甚至我們,九。 但六天,你將勞動和做你所有的工作。 十。 七天,你將勞動和活動,你將勞動和活動。 十一。 記住,你是埃及土地上的勞人,主,你的上帝用一隻強大的手和伸出的手臂把你帶出來。 因此,主你的上帝,你的上帝命令你,你的日子或延長了,在主你的上帝給你的土地上,祂可能和你好。 你不能殺人,你都不會通姦,你都不會偷,你也不能對鄰居作偽證,你都不希望你的鄰居的妻子, 他的領域,或他的男人伯仁,他的牛,或他的屁股,或任何是你的街坊。 新命紀五時一至二十一。以上提到的所有這些戒命都是我們全能的神所命令的。 但你否認並忽略了他們。 你鞏固了通姦作為正確的責任,你合法化,並付諸實淺。 即使透過他,你再次重植了低間主義最爭的行為。 遠遠超出了你在教堂裏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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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透過打破和忽視全能的上帝命令之一十屆,說不可殺人,你從來沒有給他一個價值。 所以為了權力、財富、為了商業的榮譽,你殺了,仍然在殺人。 你從不滿足於殺死一兩人,所以為了滿足你對殺陸的渴望,你製造了像核能鑑的最具破壞性的武器。 所以你殺了幾百萬人,你正在研究殺人的藝術。 你的祖先由名叫蓋德雷拜爾的魔鬼那裏學識了殺陸。 昨天他教你殺了一個人,但是今天他被你知一次殺死數百萬人的藝術。 正如我們都見證的,你們積累了核,生物,化學,中指,噴氣機,炸彈,坦克,火炮和導彈。 說他真的誰知道你隱藏的武器數量? 除了主和魔鬼你的主人。 透過所有這些積累的武器,你殺害,仍然殺害權力,財富,明星等。 不要偷東西。 是個個都打爛同忽視的十屆之一,用不同的戰術和系統人類種類的偷竊和欺騙。 不要提供虛假證人、證詞。主的命令經常被所有男人和女人忽視。 每一天,個個都說謊。 此外,所有男人和女人都學習謊謊作為一門藝術。 每個領導人、州長都把說謊作為能力、外交藝術。 他們用他作為一個制度來自你和欺騙他們管治的人。 愛你兄弟,就愛你自己淡。 此戒命已被完全禁止和刪除。 相反,他搶奪了他兄弟財產和他的妻子。 尊敬你的父母。 這個戒命都是被遺忘的事實。 而不是尊重他或他羞辱他們。 他或他評判他們的長輩並決定他們的命運。 遵守安息日。 沒有人遵守這個命令,他都忽略了這些戒命。 不要無所事事地叫你父親的名字。 這些戒命都被抹去,而不是他用謊的上帝的名義宣誓就職。 最後主命令,不要崇拜任何其他神。 我直到這一點,會充滿憤怒。 這個命令從來沒有被人害怕他,而人類創造了他自己的神。 金錢、知識、榮譽、偶像和權力欲望都成了他的神。 人從來沒有測量過上帝命令的生活。 相反,他夢想的錢、知識,兩個成為他的人受保險。 他依靠他的知識和金錢。 他稱萬能的上帝只是基督徒淡,是他其他主要願望的藉口。 他只請求上帝簽名。 另一個是他自己要由自己完成的,全能的上帝不能干涉他的整體生活。 我們今日目睹的是想述現實。 第一個智慧是害怕全能的上帝。 只能透過遵守,尊重和改變主的法則來體現。 要如此,人必須從心,心和靈魂中相信,都必須使之實用,並遵守主的法則。 但他是真實的,沒有人用來這樣做,根據上帝的命令。 你被這些蛇,你被整個世界沉淪在最惡的海洋中。 在地球的所有部分,最統治,被罪浸泡,被視為榮譽。 當你穿得好的時候,你看起來是個很正的人。 當你被看做權力時,你似乎是一個真正的法官。 但由於墓地外面是如此美麗,其內心充滿了腐爛,骨頭,白矮,你內心的罪也是如此。 由於你的城市是美麗和宏偉的,它是沒有用的,那些誰住在裡面是蛇和野生動物。 由於這些事實,我們的家居無法成在你的地球。 以太,它是在空氣中,在陸地上,在海裡,每一個你的罪充滿了一切的地方。 在地球的每一面,你老豆魔鬼的手和刀都遮住了它,沒有留下任何地方。 那麼,你怎樣能由這種罪惡中出來這法?從來沒有。你這樣做馬? 不,你沒有。因為它已經成為你的行為。每條蛇繁殖另一條蛇,所以你是蛇。 即使你是作為人創造的,你的責任與洪洞與蛇一樣。 萬能的主說這些說話關於你,聽著。 現在站在薄薄的魔咒和眾多的女巫,在那裏你由你的青春勞動。 如果是這樣,你將能夠獲利。如果是這樣,你最可能佔上風。 你的藝術在眾多的議會中著人一樣。 現在令占星屋企,觀星者,每月預言家,站起來,請逗你由這個夜,將來到你。 在那裏,他們應是微妙的火營燃燒他們,他們不應交付自己油。 火焰的力量,不得有煤取暖,都不得火錯其前。 因此,他們應與你,你曾勞動,甚至傷人,從青年,他們將想知各個到他的貴度, 沒有人將拯救你。 以賽亞書47時12分至15分。 正如你所看到的上面,從全能的主的話,除了祂,沒有人救你。 主!你所建造的將被摧毀。 你所有年齡都新勞所勞,是你們的文明, 你從你們的小國家投照到信的,直到這個偉大的狀態, 永遠不會令你堅持你的知識和財富。 但相反,他會被完全抹去,成為一個垃圾箱。 你如何由天上掉下來的?路西法的早晨哥仔, 你如何被撼到最削弱國家的地方? 對於如何在心中說?我將升入天堂。 我將將我的寶座定在上帝的星星之上, 在北方的會眾時刻,我將將將將進行最高。 以賽亞書14時12分至14分。 你的主人魔鬼夢是上面提到的。 正如祂教你開的,你試圖住在月球上,甚至超越火星。 你的太空旋常天去和來,給你的夢想是真實的。 你老豆魔鬼夢想凌駕於上帝之上。你是祂的門徒,所以你沒有任何不同的夢想,你生活和嘗試,因為祂教你。 但是,一無所有,是真的,毫無疑問,你會成為什麼? 然而,你將被帶到地獄的坑邊。他們看到你少少少之後,你,說的是這個被地球戰鬥的人。 確實動搖了皇國,使世界成為一片荒野,摧毀了那裏的城市,不是他囚犯的屋。 所有的國國王,甚至他們,都躺在榮耀中,個個都在自己的屋裏。 但是,你藝術案件走出墳墓,將一個可惡的分支,作為那些被殺害的雷門,用劍推穿。 下去,坑石,作為一個加拉加斯踩在腳下。雖然不能與他們一起埋葬,因為你已經摧毀。 土地和殺害人民,總之惡人永遠不會出名。 為孩子準備屠殺,以爭取他們父親的平等。 他們不提高或擁有土地,都不填補世界與城市的面。 其以塞下書十四時十五分至二十一。 你父親的魔鬼,經常令國家和政府,不安, 透過推動他們做一個滅絕種族行為的人。 他從來沒有後悔或感覺他,他用核、噴氣機和炮兵壓垮了所有可憐的人。 所以,與你的主人一樣,你父親都做了同樣的事。 所以,你,你的親戚,你們的都是親人,都會被消滅。 以塞下主說,因爲我會提出反對他們,主機主人說, 從巴比倫的名削減,和殘餘,和兒子和侄子講主。 我還將將他作為苦味和水池的佔有地, 我會用毀滅的空堂來掃地。 十四,二十一至二十三。 你的毀滅將如上所述。 你必須知道,你將被掃地毀滅和摧毀,因爲主說。 主是一個值得信賴的神,祂會做祂說的,祂一定會堅持祂的話。 對於我們這個年齡的巴比倫,美國,那些與他交易的人, 將被審判為主的以下字,主說呢? 他用強烈的聲大聲地喊道,巴比倫的偉人墮落了, 弄了魔鬼的居住,和每一個完整精神的持有, 以及每隻不乾淨可恨的廟的籠子,因爲所有國家都喝過酒, 憤怒,他的通姦和地球之王,都承諾與聖傑的通姦和地球的商人打納,豐富, 雖然他的美美皆咬豐富。 振興十八時二至四。 沒有人,誰從來沒有交易美國。 都沒有人,誰從來沒有與英國交易。 所有阿拉伯國家,歐洲國家,亞洲國家,拉丁美洲國家和非洲國家, 貿易到美國,並透過貿易到美國變得富有和富有。 更不用說美國,每個人或團體的夢想,交易和去,生活在美國, 如果他或他成功了,他們將他算作進入吉內特。 由於這些觀念,他們為了錢,空間和無編號的罪過而奔跑。 這是蛇的時間,所以在巴比倫,美國,一切都好易得到他。 因爲事實,個個都夢想著去美國。 記住你永遠都走不掉,你會被消滅的,無人逃走。 誰是一切的創造者說呢? 我聽到另一個聲音,從天上,說從他,我的人民, 你們不是分手他的罪,你們,接受他的瘟疫。 因爲他的罪有傳到天堂和上帝面前, 所以記住了他的罪業,獎勵他,即使他獎勵,並加倍到他,相根據他的作品, 是他填補的杯,填補他的傷。 他是多麼的哈希榮,要自己,生活,美味,這麼多的折磨和悲傷,給他, 因爲他說,在他心中,我坐在女王,並瞄準武寡婦,也看不到悲傷。 因爲他的瘟疫在一日到來, 因爲被完全燒毀與火,因爲強是主神。 誰評判他? 同地球之王,誰承諾和通姦,並與他的美美生活, 將哭他,並評論他,當他們將看見他的煙霧燃燒後暫立關閉的恐懼, 他的折磨說, 那個偉大的城市,巴比輪那個強大的城市。 因爲一個小時後,你的判斷就阻離, 地球上的商人會為他哭一和哀悼, 因爲沒有人再買他們的商品了。 商品包括金銀、寶石、珍珠、 西亞麻和紫色、絲綢、星紅、各種木材、 黃銅、鐵、大里石和肉桂、 氣味、軟膏、酒、油、麵粉、熱、酒、羊、 馬和戰車、雕像和人的靈魂。 你靈魂所渴望的果實由你那裏背離, 所有美麗和善良的東西都離你遠去, 而你又找不到他們了。 這些東西的商人,是由他至父, 因爲站在之後,害怕他的折磨, 哭一和哭一,並說, 壞!壞! 那個偉大的城市,穿著西亞麻布, 紫色和星紅,裝飾著黃金, 寶石和珍珠。 因爲在一個小時,如此巨大的財富, 是黎母和每一個船主, 所有的公司在船上,水手, 和盡可能多的海上貿易, 站在遠方, 當他們看到燃燒的煙霧時, 哭了起來, 說這個城市是怎樣的? 這個偉大的城市, 他們頭上投一下灰塵, 哭著哭著說, 壞!壞! 那個偉大的城市, 在那裏變得富有, 所有有船在海裡, 因爲它的成本是一個小時系, 它用荒涼的歡欣古墓, 它,天堂和你們神聖的使徒和先知, 因爲上帝已經報仇你為它。 一個強大的天使, 拿起一塊像一塊大磨石的石, 將它投入大海,說。 因此,與暴力英偉大的城市, 巴比倫被刑下, 發現沒有更多的。 在所有和樹柄, 音樂家,吹柄手,和小號手的聲音, 應聽到任何更多的你,和沒有工匠, 什麼來源工藝, 它是什麼來源工藝, 應發現任何更多的你, 和磨石的聲音聽到, 沒有更多的在你們。 蠟燭的光章不再照耀你, 因爲你們的傷人, 是地頭上的偉人, 因爲你們的女巫都被人不曬。 在他的身上發現了先知和聖徒的先血, 以及地頭上所有被殺害的人的血液。 看事十八時四至二十四, 聽你們全部, 偉大的巴比倫, 美國,和他的兒子, 英國,德國,法國,加拿大,西班牙,荷蘭, 葡萄牙,意大利, 丹麥, 愛爾蘭, 奧比利, 澳洲, 墨西哥, 俄羅斯, 日本, 中國, 越南, 印度, 新加坡, 以色列, 印度尼西亞, 利比亞, 韓國人, 古巴, 伊朗, 序里亞, 沙特, 阿拉伯, 比利時, 瑞典, 挪威, 芬蘭, 卡塔爾, 阿聯酋, 灰特, 埃及, 阿爾特利亞, 尼日利亞, 南非, 巴西, 其利斯, 阿根廷, 和其他小國, 你們都將享用你準備的葡萄酒, 你的文明和財富將被摧毀, 你的皇后, 美國, 巴比倫和她最深愛的州, 他們都將被燒毀, 煙霧將上升到天空, 你會被燒成灰盡, 你的正藏, 荒, 工廠, 美麗的城市, 裝飾品, 財富, 金錢, 你通間的地方, 你的種族, 所有這些都將完全摧毀, 它將成為野生動物的繁殖地, 作為小法拉底河和阿爾特文明, 你永遠不會留下聖餘的症狀, 你老豆蛇從來不夠你, 你無勇敢, 當你忽視和侮辱聖靈時, 全能的上帝, 祂會用火掃過你, 你能躲在哪裏? 你能去哪裏? 你的毀滅將跟隨你, 因為你毀滅了窮人和悲慘的人, 不管你做什麼, 他們和人會將繼承你, 他們將在最高地, 但在此之前, 你的誹謗和恥慾 將首先浮出水面, 你, 無神論者, 蛇子, 殘忍, 你們這些信任你的智慧的人, 以及那些信任和依賴你們財富的人, 知識將被徹底摧毀。 他會煙霧淡消失, 你的種族不會留下任何症狀。 沒有人救你, 你的邪惡和罪惡的行為, 你肯定死被雞尖的時間懲罰大七倍。 亨世了索多姆的火焰都會消耗和消滅你七倍的力量。 你將完全消失在地球上由你自己的武器。 當所有正當的過程中, 你的破壞和毀滅發生, 那些可憐的兒子, 主, 承知的聖徒, 所有主的男女, 在他們信任的父親全能的上帝保護下, 看見你的毀滅, 驚呆了, 感到驚訝。 他們會驚訝於他們的父親真正的判斷。 誰碰上帝的神的人? 記得並知道, 祂常常信任的人, 祂保留著他們。 因為你信任你的知識, 你常說和信, 好像沒有上帝。 透過收集不同香料的爛骨, 你常說, 你透過自己製造的儀器測量他們年齡, 並在百萬年標記他們年齡, 根據你的知識理由, 你為抗萬能的上帝的存在。 我們今天看到的就是這樣。 你的智慧使你發瘋, 並誤導你失明, 還有你未經檢查的願望讓你發瘋。 所以你成為一個罪漢, 你為你的知識的驕慕。 所有貧窮的國家和他們的財產, 他們的兒子成為你的伯人, 你成為國家之頭, 為你的利益, 你使所有遭受飢餓和貧窮, 你搶奪, 採取他們的自然財富, 你總是說, 他們沒有任何照顧。 你站在那裡的地球不能忍受你, 監視你看不見的罪業。 所以你的判斷力變得很快, 所以他會發生, 並在短時間內抓住你。 你能逃在那裡? 的萬能的上帝的判斷力將完成, 沒有人阻止他。 他的真誠判斷很快就會出現, 你的毀滅症站在你的門台街上, 很快就會看到, 歐巴比倫美國, 歐洲人, 亞洲人, 非洲人, 拉美人, 歐洲人, 歐洲人, 整個世界, 你躲在那裡? 你被縮放和測量, 結果你變得輕盈。 所以是強主的話, 每馬內特克爾票價正如神的話所說, 你會被火疏離。 那些經常受苦的人, 那些要自己遠離你的罪, 甚至令自己孤立的人, 肯定會是安全的, 他們被逃離你的毀滅。 值得信賴的全能的上帝會做到些。 對於那些在消息兩中提到的, 打開你的耳朵和眼。 在這個信息中, 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信仰命運, 以及個人信仰的命運將被處理。 1. 對於以基督教的名義的天主教徒 和其領導人新教徒和其領袖正統和其領袖。 基督教的所有小教派, 教派, 誰居住在地球命運的所有部分, 都將解釋。 2. 對於牧師能及其領袖人, 他們廣泛分散, 周圍都能看到。 3. 儒家,佛教, 印度教和其他在遠東地區根深蒂固的宗教, 創造一切的全能主說你。 聽著, 在旁邊, 主會監火泥, 監他的戰車, 旋風淡, 用憤怒發洩他的憤怒, 用火焰的宅備。 因為以火和他的劍, 主會懇求, 所有肉體和主的被殺害將是許多。 以賽亞書66時15分至16, 全能的主測量你。 很明顯, 你的殘忍覆蓋了地球的所有面孔。 你說,你是忠誠的宗教領袖, 但實際上, 你履行你老豆魔鬼的職責。 你摧毀了鬥恩之路, 而不是他, 你鞏固了殘忍的通姦和殺手。 所以,你的罪覆蓋了地球的所有面孔。 憤怒的全能的上帝 會用劍和火把你由地球上掃地。 因此, 你們牧羊人聽到主的話。 因此, 主神說, 漢那, 我反對牧羊人, 我會要求我的羊群在他們手中, 並使他們停止養羊群, 牧羊人也不再養活自己, 因為我會將他們的羊群由嘴裡送到嘴裡, 他們可能不是他們的肉。 開澤基爾三十四比七負十。 以基督主和基督教的名義, 你成為牧羊人, 成為教長, 主教, 大主教, 牧師, 執事, 歌手和全教士, 對於每個人來說, 你似乎是一個忠誠的人, 為主服務, 但而不是你應該是什麼, 你提出了你的生意, 去為你的業務, 忽略了羊群和你的責任, 就是你今天正在做的。 哎, 你完成了, 你的全部榮譽將消失。 你, 以及你積累的所有罪過的財富將完全被摧毀。 因為神的話語由天上被揭示出來, 反對所有不虔誠的善條和不義的人, 他們持有不義的真理。 因為上帝所識的, 表現在他們中, 因為上帝有將他展示給他們。 因為他由創造的世界看不見的東西是清楚的, 被那些甚至他永恆的力量和神頭所理解的東西所理解, 這樣他們就無所不為。 因為,當他們知道上帝, 他們美化他, 而不是作為上帝, 既不敢因, 但成為往。 他們的想像力, 他們愚蠢的靈氣被黑暗。 自稱聰明, 就成了傻瓜。 羅馬書一時十八分至二十二今日的基督教宗教領袖, 上帝給你知道你必須知道的一切, 你掃住並稱自己為充滿智慧的人, 但恰恰相反, 你是無知的。 在地球的所有方面, 你建造了輝煌的教堂、大教堂, 無與倫比的建築藝術。 你交易, 你有偉大的大學, 你讓你的門徒畢業與博士學位, 學士學位。 在精神教育中, 你也有巨大的圖書館。 你做很多實驗, 這麼多事情, 但你必須知道你什麼都不是。 但是, 你, 奧丹尼爾, 收聲的話, 並密封的書, 甚至到時間, 很多人應運行來回和知識將增加。 丹尼爾十二, 四, 正如主的話所描述的, 今天的知識是巨大的, 並且快速增長, 但全能的上帝的真理是無法被這個世界的知識和智慧所發現的。 他只能知道哪些真誠, 和信真理與精神。 我們一日的蛇, 你改變了整個真理, 你偽造的魔鬼原則。 今天, 整個世界被所有行動的蛇所覆蓋。 在所有地方, 和教會完整的魔鬼行為已經滲透到其底部的水平。 你們都去做生意曬, 你們教和參索多姆的, 並鼓勵他做和實踐, 你都這樣做。 你祝福和服務於殘酷的領導人和州長, 你經常鼓勵他們繼續他們的邪惡行為。 為了他們的錢, 你做所有的罪行, 所以看到所有這些難底的罪過, 全能的上帝決定用火來探望你。 你不能逃離他強大的手, 你被判處死刑。 穆斯林,佛教, 印度教, 儒家和其他類似的多面宗教, 是由2至4提到, 你們所有, 你們的民間故事將被抹去, 並將成為歷史。 為了你的虛假宗教教育, 你殺了, 仍然在殺害神的人, 聖人和先知。 所以,全能的上帝需要他們的血液由你的手。 因為你是黑暗統治的奉獻者, 你會被火掃地出門, 你所有值得信賴的財富, 你建造的所有建築都將成為垃圾箱。 你不能得到一個容納你的地方, 而是你會不覺以下地獄。 無成的, 你會沉哀淡被掃地出門。 不願, 你的判斷出了。 全能的上帝有穿上他的戰鬥服武裝西裝。 他的憤怒被激起了。 我, 我們的地球在哭一。 所有福泰地球的蛇都會被火衝走。 將在不久的將來完成。 地球上沒有人會阻止他, 他會完成。 你必須知道, 我們全能的上帝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上帝。 他的承諾是地球上沒有人能阻礙或阻止他的承諾, 一定為人類所有的靈魂所知道。 正如神的話語所說, 而不是被撤銷他的神聖的話, 將是好意為地球和天堂去世。 阿門! 給他的真誠判斷出現。 多謝你! 使, 這個信息是為那些在第三號中提到的神的人。 將你的信任放在他身上, 為他的神聖使命奉獻自己, 庇護自己, 因典僅同救贖中, 維持一切艱難, 痛苦, 虛流, 恥辱, 飢餓, 貧窮, 甚至死亡, 你容忍了整個負擔。 對於所有在精神生活中陷入軟弱的人, 因為全能的上帝真誠的判斷緩慢, 甚至失去希望, 轉動你的臉, 透過給你的背, 沒有這麼不耐煩。 現在全能的上帝已經復活, 拆你的眼淚由你的臉, 玩鬥和拯救你由所有的痛苦。 所以要專心, 不用煩一切都會好。 我會與他們達成和平公約, 並將導致殘忍的野獸停止離開土地, 他們應該安全地住在荒野中, 躺在樹林裡。 我會給他們, 同圍繞我的山的地方的祝福, 我會在他們的季節中給臨獄下來, 他們應該是祝福的臨獄。 田地的樹櫻產生他的增加, 他們應該是他們的土地安全, 並且應該知道我是主。 當我打爛了他們的束縛, 並交付他們手中的人, 為他們服務自己。 他們將不再是異教徒的獵物, 土地的野獸都不會吞噬他們, 但他們應該安全地居住, 沒有人會讓他們害怕。 我會為他們而起, 一種出名的植物, 他們將不再被基我所吞噬, 在這片土地上, 他們不再監獄而教徒相同的疾病。 因此, 他們要知道, 我主, 他們的上帝與他們同在他們, 甚至以色列的屋, 是我的羊群, 我的牧場羊群, 是人, 我是你的神。 上帝說, 波耶澤基爾 34-25-31, 神的上述一句話, 是在這裏交付所有那些真誠, 善良, 真實, 與所有的心, 心和靈魂, 誰愛他們的主神, 等我們的幫助, 最高級天使的慈善恩典, 與我們的母親處女瑪麗的愛同恩典, 對你與我們的母親唱道, 與她的愛抱你。 當我們全能的上帝統治著所有開塞俄比亞山脈的周圍, 祂全水淡提升祂的恩典同藥, 祂會讓你橄欖之淡聚集在祂身邊,聚集在一起, 祂會在那裏休息和感到快樂, 祂的憂鬱和絕望將變成了快樂, 我們信任的老豆豪不猶豫地給予任何我們需要的東西, 是接近發生,將是真正的在不久的將來,清潔自己, 站穩腳踏,不要害怕,不要阻礙地球, 現在要參觀,那些誰看到在上帝仁慈的眼睛, 沒有人碰你的一根頭髮, 你會驚訝於你父全能的上帝真誠的判斷, 讓我們讚美我們的父全能的上帝的神聖名, 這信息是開塞俄比亞特奇人民的命運, 所有開塞俄比亞人都背離他們心愛的上帝, 要自己成為愛國文化的從屬, 留下他信任的愛的話和神聖的命令。 由於這些行為, 他現在遭受了不間斷的痛苦, 而不是採取和得到他們信任的全能上帝的慈善和祝福, 他們黑頭所有的願望由魔鬼大師哥仔巴比倫美國和歐盟。 但他們一無所謂, 因為他們懇求的那些是魔鬼大師哥仔, 所以他們聽不到你說話, 因為他們聽到並服從魔鬼的命令, 你這些事實, 那些你成日黑頭是全能的上帝哥仔的敵人。 所以他們不讓你具體的援助, 而是讓你成為一個盲目的奉獻黑慨。 今天,正如我們所看到的, 成日機制的,在我們的國家埃塞俄比亞, 我們所謂的政府是惡魔的忠實撲人。 由於難以觸摸的多方面疫情, 所有埃塞俄比亞人都受魔鬼控制, 這種惡魔鞏固的政府只能被上帝的力量廢除。 我看到副神患埃塞俄比亞在痛苦中的 是帳篷和中緯素土地的倡簾戰鬥哈巴克夫克三,七。 是,我們的國家長期在戰鬥、淡造, 因為我們對罪行為的承諾。 顯然,我們仍在承諾、搶劫、通姦、殘忍、 提供假證人、殺人、無神論、種族主義等。 所有這些罪業和罪行都是我們的領導人和一部份人民所為。 就是為何所有的痛苦仍然傾射到我們身上。 即便如此,你都必須知道全能的上帝會淡造。 從埃塞俄比亞的河流之外, 我的支持者,甚至我分散過女,將帶來我的祭品。 在那天,你不要為你所做的一切感到羞恥, 在你們對我越軌的地方。 這樣,我會帶走那些因嬌慕而歡欣鼓舞的人, 你將不再因為我的東青山而傲慢。 我都會離開你這個受折磨的窮人, 他們應相信耶和華的名義。 以色列的殘餘者不得做不義, 都不得說謊, 不得在嘴裡找到欺騙性的利, 因為他們要為乃同堂下, 都不得令他們害怕。 習法尼亞書三時十分至十三。 在那一天,他應對耶路撒冷說, 害怕你不,和石斑比吾好手, 鬆弛你的上帝在你的中間是強大的。 他會保存,他會歡欣鼓舞, 為你而歡欣鼓舞, 他將是他的愛中安息。 他會喜悅的你唱歌, 我會收集他們, 他們,是悲哀的莊嚴的大會, 誰是你的負擔? 在那裡,在當時,我將撤消所有折磨你, 我會拯救他們, 停止和收集他被趕出, 我會給他們是他們被羞辱的每一隻手得到讚美和明星。 在那時,我會再次帶你, 即使在我收集你的時候, 因為當我將你的囚禁回到你眼前時, 我會讓你成為地球上所有人的名同評價者, 主說, 習法尼亞書三時十六分至二十。 上面提到的佔主佔一遲在埃塞俄比亞人民說的, 他將在近期內得到執行。 所有殘忍的人, 所有的種族主義者, 所有的通姦者, 所有領導人, 周長, 誰是暴君, 將秘書地出門。 全能的上帝將在埃塞俄比亞統治。 因此,埃塞俄比亞人民必須只依靠和信任全能的上帝。 他絕不能相信或依賴外國大師的知識, 財富和文化。 他必須徹底擺脫外國人的束縛, 從心底。 對於所有的白人大師, 準備怎樣的懲罰, 我已經在兩章中提到過。 所有宗教領袖, 博憑和罪業都會被火燒, 並賦予其價值。 而不是真正的精神領袖, 他們成為真正的宗教信仰象皮賊。 所有的教皇, 大主教,主教,牧師, 即時都在做生意和交易, 通姦,政治活動, 欺騙,都引導人們到最黑暗的方式。 他們有責任教導真正的信仰, 並展示正確的道路。 他們卻做相反的事情, 帶領整個人民走上最黑暗的深淵。 最重要是, 這些可恥的罪犯取笑我們的父母聖靈。 因此,毫不留情, 他們將被火衝走。 講真話,教導神的要人, 被追殺、虛留、殺害。 但是,騙子會得到更好的地位和金錢。 這些人是大膽的, 他們談論假正狀預言以全能的上帝的名義。 所有這些謊言主人都會被掃地出門。 基督教的所有教派, 誰教導神的話, 全世界都是眾所周知的膽去, 改革全能的上帝的話。 在上帝的眼中, 他們最有罪的人, 都會因他們的大膽行為而受到懲罰。 全世界都知所有感興趣的人, 我們有我們自己的真正的聖經 如可以西拉西皇帝的書, 他們稱讚他們減去和修改所謂的聖經 是唯一真正的。 但是, 所有這些大膽的行為永遠不會沒有懲罰。 所有那些減去和修改, 全能的上帝的話, 將付出代價。 不同教義的所有信仰, 將付出代價。 正如在一至二號中提到的, 你都會被縮放, 測量, 並支付價錢。 你們中那些不同信仰的追隨者, 不是基督徒, 會像那些外國宗教一樣被評判。 他們都是被衡量和懲罰。 所有埃塞俄比亞領導人, 省長和行政人員, 所有埃塞俄比亞領導人, 正式認識你, 和你自己反覆說, 你是無神論者和堅定的反信仰, 但要真正說來, 即使你不知, 你都是惡魔的忠實信徒。 因為魔鬼是所有你所講和做的老師, 就是為什麼我們說你是惡魔的撥人。 到目前為止, 你所做的, 以及你灑下的血液, 你將被負起全部責任。 你以你的驕慕, 暴政, 殘忍, 背叛, 你將被關押, 衡量, 縮放, 做你所有的屋行, 你會被羞辱, 被營進垃圾傷, 永遠下地獄。 與你所有個兒子和心愛的人, 你看不到祝福的埃塞俄比亞。 你夢想著漫長的未來生活, 計劃了很多, 你製造並製造種族衝突, 你引發戰爭, 你做所有這些犯罪行為, 為了你的權力欲望夢想持續的權力。 但你必須知道, 你不活, 你有一個短暫的有限時間。 阿拉特里亞, 維持同透過自命的高程佛同破壞, 她將被迫, 並將回到開塞俄比亞適當的。 從所有僥著破壞, 那些幸存下來的人, 將算作一個幸運的人。 所有直接或間接干涉開塞俄比亞事務, 並作出和形再努力破壞開塞俄比亞穩定的人, 都將付出額外的價錢。 全能的上帝說, 你不要用你的力量把大海分, 你將龍的頭破壞, 將你維坦人的頭切成碎片, 給他做埃塞俄比亞人民浴。 詩編 74 時 13 分至 14, 你被這些州長, 你認為蛇是誰? 你覺得是誰? 龍是誰? 是的,沒錯,你是蛇。 所以你將被粉碎, 並永遠被摧毀。 那些真誠,善良,有禮貌, 真正愛全能的上帝的 哀塞俄比亞人將自由。 他們將得到他們的食物, 她永遠不會太遠, 她會在不久的將來完成。 被外國文化所奪走的女人被寵壞了。 他們的數量如此之多, 他們穿褲, 他們顯示自己的身體比行人。 對他們來講, 通姦是禮行公事。 他們完全是魔鬼的撲人。 婦女不得穿與男子有關的衣服, 男子不得穿女裝, 因為淡造是令人爭護的主理上帝。 《生命記》 22 這是神的話。 男人也是一樣的, 他們通姦、欺騙、打劫、傲慢、暴政、說謊、貪婪。 他們是飲酒者, 他們都是無法逃脫將來的災難。 如上所述, 沒有任何東西被撤銷, 一切命令將在埃塞俄比亞實施。 記得你們每一個人, 沒有什麼保持撤銷, 全能的上帝決定之後, 長期耐心。 因此, 這個決定永遠不會避免。 結論, 對於所有世界領導人, 國王, 將軍, 國際組織領導人, 所有婦人, 適合所有世界宗教領袖, 全教士和追隨者。 對於所有世界的無神論者, 反基督的, 對於所有民間故事類型的信仰追隨者, 反聖母瑪麗的, 所有誰是全能上帝的反天使, 對於那些誰站在民間故事的信仰, 並反對神的話, 對於那些偶像崇拜者和女巫大師, 和她們的追隨者, 阿爾利亞斯之神會用火來評判你。 全能的上帝與他信仰兒阿爾利亞斯站在一起, 但與阿塔布、伊麗薩貝爾和布亞爾的布亞爾祭司站在一起, 與這些魔鬼追隨者。 但相反, 全能的上帝是他獻身的伯人阿爾利亞斯。 為了追求他忠實的伯人阿爾利亞斯, 他用火搭, 所有的魔鬼伯人, 他們的號碼是什麼,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能改變上帝的真理。 你也是如此, 即使你的數字在百萬, 沒有什麼改變, 無論你的數字在百萬或十億, 面對全能的上帝, 他什麼都不是, 他與阿爾利亞斯等值得信賴的老實的人站在一起。 剩下的罪人, 你們將被火抹去。 你必須知道, 即使你的號碼是如此眾多, 看到你的號碼和財富, 你去統治罪, 以否定神的法則為行動, 你在地球上所有面孔中藉入了罪的法則。 但是, 你應該知道全能的上帝, 會由地球上所有面孔上抹去你和你的罪法則。 真理的法則將得到鞏固。 你, 你老豆魔鬼, 你所有的罪行和罪將被燒死, 直到你成為灰盡。 將在不久的將來完成, 既得所有主的內心有酒。 你的罪和罪已經滿滿的, 甚至超越了滿分。 因此, 必須用生命來付出罪的代價。 他真正的判斷很快就會出現。 他永遠不會太遠。 你們這些人無論生活在世界面前, 都必須付出代價。 你做過, 都正在做的事情, 那些最討厭的罪, 例如, 通奸、 殺戮、 打劫、 謊言和暴政、 種族主義, 都是被評判的, 你必須為此付出代價。 正如我們所有人的見證, 你們製造種族戰爭, 你們時代的婦女是根深蒂固的通奸者, 他們經常墮胎。 所有這些罪和罪行, 你們做和做過, 幾乎令我們的星球沉入海的罪孽。 所以, 由於這些不可估計的罪, 你將被大火徹底抹去。 你將成為一個垃圾箱。 一定要! 你會看到全能的上帝會如何去做。 無論他們是全能神的人, 他們是安全的, 他們信任的上帝是接近他們, 對於所有全能的上帝的兒子, 令這個建議到達你, 不要在罪系慣常行為的地方。 不要與殘忍的人一起, 也不要與他們所有的罪業和罪行合作。 足夠遠,遠離那些, 流血者, 種族主義者, 暴君, 騙子, 空間者, 當你去教堂, 要小心, 不要祈禱, 將你的祈禱犧牲, 與那些誰跟我們的父親和長矛腿每天, 誰是深浸透的罪人, 如果你決定去教堂, 你必須而且應該私下做。 今天的宗教領就不是祝福人類, 而是將無辜者的靈魂摘死。 如果你想祈禱, 就這樣做, 閉上你的臉室, 用眼淚祈禱, 從你心, 不要阻止你的語言, 你父親, 阿伯拉罕的神, 會聽到你, 當你用破碎心, 從你的靈魂和心靈, 用精神祈禱, 用你的眼淚告訴祂, 祂肯定聽到了, 祂會拆你的眼淚。 值得信賴的全能的上帝, 創造了一切, 深深地愛著你。 祂會為你對祂的名的奉獻付出代價。 祝福我們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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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 主呀, 我們的上帝是一個主, 祂應該與祂所有的靈魂和祂所有的可能。 今天我命令你的這些說話, 把在你的心, 你應勤於教導他們, 以你的孩子, 當你坐在最薄的屋裡, 當你走在最薄的一路上, 當你最失望時, 當你站起來時, 你會談論他們。 你應該將他們寫在你家的過去和大門上。 生命紀錄時四之九, 全能的上帝是一個值得信賴的神, 他數千年來一大內心地忍耐。 當你統治騙子, 奸詐, 通奸, 低奸, 遠遠不止於此, 當你每天練習殺人和犯罪時, 他只懲罰你, 用有限的父權之手, 我們的創造主, 誰創造和帶來, 一切一無所有, 看到你的配信器而的人物, 和你所有的罪吞沒了地球。 所以地球哭了, 他不能再背著你左, 所以全能的上帝穿著他的戰鬥套房。 他所有的內心, 你測試了幾千年, 現在過去了, 你能去哪裡? 你犯下了對各種人類和全能的上帝犯下的罪行? 你能躲在哪裡? 是可怕的! 我告訴你的訊息核心事實, 因為我被迫這樣做。 我跟外了, 因為誰能避免即將到來的災難? 你怎麽能由全能的上帝的眼睛躲藏和逃避? 此,這是訊息! 你必須聽聽! 抵制這個訊息, 因為他的派, 是一個偉大的罪行, 即使他永遠不會成功! 你應該知道他完成了! 此,我建議你只將注意力放在所有內容上! 不要試圖找到我, 因為你找不到我! 即使你成功了, 我什麽都做不了, 我都幫你不到! 我是一個窮人同遊递員, 就是他,完成! 首先, 並傳達給你, 祂是真實的, 因為全能的上帝的章同秩序, 祂的無限保護。 我感謝,並讚美祂的神聖名! 阿伯拉罕的神, 埃利亞斯神, 為了祂的真誠判斷, 給祂的神聖名是最高的! 阿門! 注意, 任何人, 任何組織, 任何機構, 任何官員必須知道, 無論祂是誰, 如果祂得到這個訊息, 祂必須傳達給人, 祂將收穫好多! 你可將祂翻譯成任何語言, 但不要減去, 添加, 改革或編輯的消息, 做祂, 因為祂說, 任何人, 組織, 政府, 領導, 如果被這個評判信息設置障礙, 祂將受到嚴厲的懲罰, 而且處罰沒有被悔改的機會。 1998年11月7日, 埃塞俄比亞歷法。 消息2, 適合所有人類種類。 2000年5月27日, 埃塞俄比亞歷年發行, 或2008年6月4日, 歐洲日曆發布, 此消息是第二個決定, 他可以重新被重新作為紅燈, 通知, 仔細閱讀郵件, 幫你給人, 你必須給所有頁面, 不要膽, 加或改, 如果你這樣做, 你會受到懲罰, 自由給予他, 正如我對你做了, 哪些誰蓋你心甘情願, 你可以接受只有你的支出。 傳真他, 由吉他, 在互聯網上發布, 網站等, 將他印在雜誌, 報紙上, 將他放在廣播, 收音機和電視上等。 對於哪些從德安照消息命令做的人, 由訂單清單中讀到, 他們要受到什麼懲罰, 沒有人被禁止做一項好職責。 無論是他, 一個領導者, 或個人, 他們被衡量, 根據他們的真誠和悔改的行為。 每一個善舉都是由簡單的行為開始的。 2000年5月27日, 開塞俄比亞日曆, 你被人類種族, 聽你未來的命運。 判斷和懲罰的信息。 全能的上帝, 儘19時28分30, 勞卡斯, 3時17分。 給全人類, 給所有關心的人類, 是一個信息發送。 全能的上帝, 值得信賴個兒子和仆人生活在開塞俄比亞, 阿迪斯亞貝巴, 你可能不相信, 或你可能相信。 而是你可以丟棄, 並營掉他作為一個垃圾。 但我告訴你, 你應該確定, 那些淡造的人, 都會被刑。 作為他們可能淡造的方式。 對於那些尊重, 並真誠地試圖了解核心信息, 是明知的, 值得尊重。 我們讚美, 感謝, 尊重他的神聖明。 他就是他, 他就是一切。 沒有人反對他。 他創造, 他消除, 他從無都有, 他將一切實現或看得一無所有。 所以告訴我們, 你拿他和誰比較他? 沒有人建議他或命令他。 他已經做了一切, 並且仍在做, 他自己的決定。 我們是被創造, 榮譽, 讚美, 信他, 要他, 都值得信賴, 繼承, 他準備的東西, 並創造我們使用。 他創造了我們, 應受了考驗, 成為他值得信賴個兒子。 你們人類, 你被忽視了, 轉過面, 你侮辱了他, 你否認了他父親伸出的手, 你認了他的愛。 他用看不見的痛苦給你看, 用一隻釘在十字架上伸出的釘子手, 痛苦地, 醉死給你他的愛和生命。 永生, 你還記得他嗎? 他復活了, 償還了你的死亡債務, 付出的代價, 你應該, 必須已經支付。 你忽略了他, 但他不是你的罪, 而是讓你悔改, 不少於2000年。 但是, 你什麼也沒做, 時間消失了, 沒有利用他, 而你的忽視行為, 已經奪走了上帝的寬容。 所以現在, 你應該聽到和測試他的判斷, 還有他的懲罰。 你稱自己為天主教徒, 抗議者, 儒家, 佛教徒, 印度斯坦教徒, 伊斯蘭教, 聖功會教徒, 東方東正教教徒, 你崇拜人做雕像。 前, 在印度, 中國, 緬甸, 泰國, 越南, 尼泊爾等。 在所有這些國家, 崇拜動物是你的信仰的其他面孔。 所有這些場景, 經常看到, 在上術狀態。 你以為, 你會在教堂, 清真寺, 或任何其他禮拜場所避難。 是沒有用的, 你沒有地方隱藏你。 沒有人鬥你。 那些他尊敬的人, 你不尊重他們。 你羞辱了他的母親, 和我們的母親, 聖母瑪麗。 你甚至把他們算作沒有價值, 受人尊敬的, 受人尊敬的天使, 好像聖加布呂埃爾, 聖米海爾等。 畢竟, 你是誰不尊重那些尊敬的人? 誰被你減輕尊敬和尊敬的恩格爾, 和我們的母親處女瑪麗? 你是魔鬼的兒子, 你要付錢, 你應該付的。 為你人類傾傾, 增開你的眼和耳朵。 現在, 你站在最後的審判時間, 沒有人逃脫, 或隱藏自己由上帝的眼睛。 全能的上帝的內心和寬容已經消失。 你被人, 阿德姆和何萬個兒子, 你犯了偉大的罪行, 和以前從未做過的罪。 由於這種邪惡的行為, 你激起了全能的上帝的憤怒。 現時, 他做出了那段決定。 站得如男人, 做好準備。 由於我們所有人都是活的見證人, 你依靠, 信你的知識, 智慧和你積累的財富, 你經常說, 你可以挑戰任何自然, 人為的問題, 你現在面對。 有限的懲罰, 全能的上帝做了, 從來沒有被你跪下, 他的會, 而是你站在挑戰他。 從你的石心體沒有恐懼。 因此, 站在一個人面前, 面對他, 閱讀和理解很快下的決定和行動。 直到現在, 沒有認真的事情提醒你, 你站在哪裏, 你在做什麼? 正如我們經常看到的, 旋風、 地震、 火山、 風暴、 洪水、 野火等, 沒有讓你醒來。 你所看到的一切, 都是即將來臨毀滅的症狀。 任何孕婦, 當他進入他的最後一個月份年, 他表現出疾病的跡象,感到疼痛。 是一個例子, 因為你現在所看到的, 而且, 整個世界都在維持他。 你所看到的災難, 將發生一千倍以上, 過你之前和現在。 他們將用難以想像的數當力量消滅, 沒有人類能忍受他。 你可能會問, 你該說這些是誰? 不用煩, 我會告訴你, 我什麼都不是, 和你的知識、 智慧、 個性、教育地位和明星相比, 一個垃圾雙。 你是一個以知的人物, 你生活和過著奢侈的生活, 一切都在你的服務下。 你們是教皇, 大主教, 主教, 和牧師, 以知的全教士, 當你說話整個事情圍繞你戰鬥。 你是牧師, 你有獲得最高學位, 高達博士學位, 你稱之為神學領域。 相反, 我一無所有, 我沒有受過教育, 或一個想通的人, 或排序。 我是一個最貧窮的人, 生活在大多數貧窮國家中間, 他們以貧窮和赤貧是眾所周知的。 你們都很清楚, 幾乎所有全能的神的先知和使徒, 都是由垃圾雙道挑選的由夏城和垃圾中挑選的, 耶穌基督本人不是出生在宮殿內, 或以知近的神屋。 但是,相反, 祂出生在塵土中, 在動物的屋裏。 祂來是為赤貧者, 為地球上不幸的人, 而不是為那些充滿財富和奢侈的人。 我奉命告訴你, 並傳達祂的信息, 我能做什麼? 如何拒絕? 如果我否認祂, 我會受到比我現在更多的懲罰。 所以,我必須正確服從祂的人把同命令。 所以,你必須而且應該只注意信息, 如果你想證明問祂, 祈禱知道真相。 不管我是否是真正的信使, 我再說一遍, 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問祂。 我敢肯定, 如果你問祂由你的靈魂和心臟, 祂會回答你的追求。 是為那些, 誰叫自己, 並相信為真正的基督徒。 對於其他宗教, 如穆斯林, 印度教, 儒家, 道教, 猶太教, 佛教徒, 新教徒, 天主教徒等。 無論你做什麼, 我,或問, 你沒有得到答案。 因為你沒有悔改, 並相信正確的方式, 就是為何, 判斷和懲罰, 是要做的, 根據你的行為, 3,3, 思想, 根據你所做的, 並做到現在, 在你悔改之前, 不會給你任何答案。 中二十時十九分至二十三, 生命記七時二十一分二十六號碼, 三二, 九至十五號碼, 一一, 利未記二十六號碼, 一二, 六至八號碼, 一四, 十一至十二。 我不是一個完美的作家, 演講者或英文用戶, 所以我建議大家注意, 對整體訊息, 每一個陳述都需要, 而不是關於它破碎的, 不與法的結構, 多謝你的時間, 給我們提及一些你的主要憂慮, 關於整個世界仍然存在的問題, 仍然挑戰你, 來自國際媒體, 一,由, GNN, 行星在危險, 二, 給我們拯救我們的星球, 三, 六,防止困境, 四, 天氣變化全球變暖, G5, 地球上嚴育的增量, 六, 南北兵沒有溶化, 七, 大禦席捐了它的所有東西, 八, 風暴, 旋風, 洪水等, G9, 火山爆發, 十, 地震震級較高, 十一, 全球糧食危機, G12, 席捐所有國家和各國的種族, 宗教, 政治危機, 十三, 能源危機注定了你的發展夢想, 十四, 世界經濟的混亂, 例如, 金融危機, 經濟危機波動通貨膨脹, 經濟衰退, 解決所有這些問題, 十五, 這麼多的會議, 論壇, 建議, 計劃, 解決方案, 經都議定書, 關於綠色的屋。 十六, 聯合國關於糧食危機的大會, 許多救濟努力, 再許多非政府組織順先舉行, 還有國家和世界已知的機構。 十七, 項目太多, 每一日, 正如我們都看到和目睹的, 一日不會和平地過去, 不維持和產生一些災難。 我們有海嘯, 卡特里拿, 旋風, 美國龍拳風, 澳洲, 希臘, 美國的野火, 中國的毀滅性地震。 我認為所有這些影響都不易被遺忘。 旋風, 野火, 地震, 風暴, 火山, 龍拳風和所有自然災害都在按照全能的上帝的命令和命令履行職責。 正如你說什麼同信的, 地球沒有危險, 但恰恰相反, 你們這些魔鬼博人會消失。 地球是由上帝的要願創造的, 而不是你們的科學方法和公式創造的。 主人, 創造者命令, 自然, 所以根據秩序, 地球會消耗你, 命令, 一切在其處置。 它會消滅你, 它會壓垮你, 直到你滅亡。 你怎麼能抵抗洪水, 直捲氣旋, 火山, 地震, 野火, 風暴, 高溫, 技術, 工業產品和材料, 你將它作為你的日常生活使用, 所有將變成你的殺手。 你創造了它們, 你創造了它, 你建立, 仍然為你建造是一個結束的願望。 他們將是你的敵人。 他們會反對你, 你對此的結局, 你可能會說, 問為何? G, 詩篇3233, 9, 一一生命記9時13分至24, 做什麼這些破壞都發生在我身上? 問自己, 想想你過去做過什麼, 現在還在做緊? 你會回答的。 全能的上帝, 容忍了你不可估計的罪行和罪業。 就是為何, 他們轉向反對你。 你犯了通姦罪, 遠遠通過, 你是索多米人, 你們是雞佬, 雞女, 你將它作為每個人的權利, 你稱之為民主的權利, 作為一個機構, 你將它命名為聖產業。 你不太像人, 即使你是人, 動物都比你強。 他們仍然以全能的上帝所製造的生活, 並命令他們生活和做。 但是, 你是一個人, 由他的相似性創造, 並賦予一個思想, 認為, 合理化, 壞和好, 不是生活和做, 因為上帝命令你, 但你將自己變得不敢動物, 並且是他違反他的人要。 你殺了你的兄弟姐妹。 你說謊, 說謊是習慣性的日常行為。 你吸你哥哥作偽證。 你羞辱和不服從你父親和母親和姐妹。 你不信全能的神的神聖話語, 信和命令。 相反, 你卻自己做了上帝。 例如, 金錢, 知識, 權力, 財富等。 他們是你的神。 在你所有的時代, 你渴望和新勞的錢, 權力, 知識, 以及物質利益。 你的生活充滿了貪婪和無憂的自私。 全能的上帝內心地, 用愛來克制, 不消滅你。 尊重他的神聖話語。 二十世紀幾乎過去了。 你們的父親和祖先, 都犯了比你少的罪行和罪, 但你, 你沒有太多的, 從來沒有見過由人類開始, 直到現在, 將來會像你一樣被見到。 所有的教會都在打傷基督教的房子, 履行魔鬼的職責。 他們允許索多米人在其教會內舉行婚姻, 主教本身是索多米人, 他們公開拗話, 作為正確的行為, 並作為他們的權利這樣做。 所以你的罪行和罪是沒有界限的。 誰允許你? 你已經透過紅線。 穆斯林清真子都是同一個罪人和罪犯於他們的民間故事信仰。 他們犯下通姦和索多姆的誇度更大, 沒有人等於他們。 他們殺人, 殺死他們兄弟被認為是進入Jannet 的正確責任。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 談到恐怖主義是由這個假頭罩的胚胎中誕生的。 提到所有信仰教義和行為, 超出了我的能力和秩序。 但我知道, 一切都違反萬能神的秩序的違反和命令。 告訴你的罪行和罪不是我的主要信息。 我提到一聲, 只是為了讓你看到自己, 你站在全能的上帝的視線。 最後判決和懲罰耶利米五十一、五十四、五十八。 在人類居住的所有地球上, 祂有義務服從造物主的行之會和命令。 即使上帝是仁慈和內心的, 並保留懲罰, 一切都有其局限性。 祂等待所有人類悔改, 才激起祂的憤怒。 但是沒有人注意, 相反, 我們不顧祂的內心, 繼續犯下漢不見的罪。 全能的神在基督面前等了不少於五五零零年, 在基督之後等了二零零年。 但是, 所有人類都是石心, 仍然在硬化祂們的心。 你以不尊重, 沮喪, 莫視和忽視祂來挑戰祂的愛和憐憫。 除此之外, 你甚至說祂永遠不會存在。 祂的寬容令祂, 被視為不存在。 但在其他方面, 你創造了你自己的上帝。 你相信你的知識, 智慧, 豐富和物質成功, 你直立了, 你創造了上帝。 那種相信是罪術的, 並派生自撒旦。 誰是所有罪行的大師, 和在所有社會根深蒂固的所有罪行和罪行的教師? 是! 惡魔是你的主人。 你知魔鬼是怎樣倒下的阿法? 他做什麼跌倒? 什麼話? 他沒有和仍然做? 你終於知道他永遠失去了什麼呀? 讀神的話由神聖的聖經 CQ28。 他有限的懲罰從未讓你悔改, 由開始到今次, 他等待, 由開始到今次, 他懲罰我們, 保留同有限的父親懲罰。 讓你由迷失的路中回頭, 回到他的愛。 他內心地等待著用他的愛和恩典擁抱你, 你否認並說從來沒有, 然後你迅速移動到自己的死亡陷阱。 但你相反, 視聽, 都服從魔鬼, 所以由於這個最終和從來沒有見過的懲罰 是他們的方式消耗你, 破壞將遠遠大於被消滅的索多米人的時間。 他們由大地上被火燒得一消失。 他花了些時間來完成他們, 他們從來沒有痛苦過, 在短時間內, 他們被埋葬, 永遠燒成灰盡。 是一個尊重的死亡, 永遠不會給你。 你將被慢慢消耗, 黑頭死亡, 讓你最後一口氣。 你是主罪人, 從來沒有罪之前, 就是為什麼你的懲罰不同於過去看到的懲罰。 你失去你建造的一切, 你積累和崇拜的一切, 一切都將在你眼前變成塵埃。 你的殺人機器, 你創造摧毀, 應該是你的敵人。 但從真正意義上說, 他們是你兄弟, 你的殺人機器瞭準了他們。 你的殺人機器是巨大的計數。 例如,核、中子、生物、化學、 基因工程的致命病毒, 你積聚在實驗室上, 是你們最幸的活人見證。 戰艦、潛艇、噴氣機、導彈、 坦克、炮兵、巡航導彈、火箭等。 你所有的破壞性儀器都是你自己的摧毀工具。 他們會反對你,會壓垮你。 地球的熱度將增加很多, 在火海中掃蕩你。 你商量和收集制定和討論計劃, 設計科學解決方案, 分配大量的資金, 你盡你最大的努力, 你的科學家給這麼多將系解決方案和項目。 根據他們的話, 你也有與廣泛的媒體和宣傳機器網絡回升。 你做出並通過了這麼多決定, 有簽署許多協議, 正如你稱讚和說的太多, 就好像經都以定書所說, 你將修補錄防止, 正如你所推理的,被碳排放撕裂, 記得你的夢想, 科學解決方案將變成惡夢, 你什麼都做不了, 你的頭主魔鬼成日教導 和帶領你到你最後的死亡和幻想。 以塞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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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簡單的方法, 是跪低全能的上帝的要緣, 從心中悔改。 但你這樣做, 正如你所相信和思考的, 但做是一種原始的思維, 你永遠不會接受現實, 真理是你的敵人。 你仍然相信, 你可以挑戰全能的上帝懲罰隻手。 你與創造你的力量鬥爭, 特於一種思想, 思考, 感知, 合理化, 從懷, 但你忽略了, 真相特登, 簡左虛假的。 你更喜歡黑暗, 而凋棄了光。 根據你的選擇, 你是在黑暗中長大的, 你與他生活在一起, 仍然與他生活在一起。 黑暗的生活方式通姦, 說謊, 殺人, 不尊重長輩, 偷竊, 創造和崇拜自己偶像神, 等等。 所以地球不能攜帶你, 你是屠夫大師, 在人類歷史上從未見過。 所以, 每一個自然的東西, 你的生活需要, 圍繞住你, 都會反對你。 沒有什麼是保持不變的。 你建造的一切都將變成灰盡和灰塵, 你, 你自己黑球死亡帶走你。 你的頭主人, 魔鬼將付出所有這些暴行, 罪行和罪, 他策劃, 導演, 讓你受他的黑暗規則的代價。 在你所有的年齡, 你信任他, 但他是無用的, 他會去地獄, 為他無與倫比的罪行服務, 他將被拘留, 連, 很多世紀來, 直到最後一個判決完成, 在最後的評判時間之前, 但你必須知道, 他有些時間被釋放, 但他是太短, 一個具有挑戰性的時間, 我們這一代人誰來, 誰來, 誰來, 必須維持他, 但由於科克難底, 全能的上帝會被他變得短暫, 可承受, 並隨後是最後一次。 天堂將帶走他的兒子門, 另一方面, 地獄將永遠採取他的股份。 以塞亞, 24, 但現在上帝的懲罰性之手 永遠不會讓你呼吸, 直到你, 罪人被完全消耗, 並直捲他的視線, 從地球的所有面。 在諾亞時期, 當時的人, 跳舞, 空間, 沒有醒來, 喝醉酒, 他們從來不相信他們的罪結果將死亡。 當諾亞建造他的救生船, 再看貴和看地, 他們一直在笑和侮辱他, 甚至, 在雨開始傾盤而下, 直到水到達他們的撥紙, 他們從來沒有提交和悔改, 我們時代也是如此。 在犯罪和犯罪中, 你給他們大一百倍。 在上帝的眼前, 他們比你好得多, 所以是時候啦, 你應該給評判。 你走不掉, 你必須付出你應得的代價。 症狀已經開始了, 慢慢地, 你會變成垃圾傷, 他的判斷力有到你, 他的憤怒有激起, 所以等著看結果。 那些與神同在, 以祂之意同命令同在, 在你們殘酷自理的服務的人, 你們將他們所謂, 剝奪和摧毀他們, 他們將獲得自由, 獲得解放。 他們將繼承你所有的財富, 並積累財富。 你建造的一切, 都會為他們服務。 地頭會海綿淡光滑, 成個全能的上帝的伯仁和兒子。 他們會讚美, 並感謝祂全能的名, 他們會從心底為祂服務。 他們要祂遠比而加大, 並欣賠祂老實的判斷。 祂的光和祂的恩典將傾射和照耀祂。 他們的傷口將被遇合, 直到他們完全忘記祂。 但你,你的兒子, 你所擁有的一切, 你所擁有的黑暗主人, 你的一切將永遠消失, 你將成為歷史。 像馬雅人, 阿茲特克人, Incus, 巴比倫和其他被遺忘的過去。 你可以試著把位滅傾住到你身上, 而且你可以嘗試維持它。 但你必須肯定, 你的努力將什麼都不是, 並變得空虛。 你甚至可能希望, 越好會來, 沒有更好的希望。 對於你們這些罪犯和罪人, 沒有未來, 沒有希望, 你不應該期待好, 沒有什麼來到你, 它有決定。 你必須為你所做的付出, 並且仍然這樣做。 沒有通道, 它已經縮放, 並改章。 作為個人, 從即將到來的地獄, 或作為一個國家, 作為一個社區, 作為一個領域, 作為一個會眾, 或任何形式的逃避, 只有一個出讓。 就是跪在神面前, 從心裡悔改, 服從自己, 為他的行之和命令。 沒有教皇, 沒有大主教, 沒有主教, 沒有主教, 牧師, 牧師, 教會領袖, 沒有遊長, 或沒有清真只能救你。 如果有人, 誰可能會說你, 我, 我的教會, 和我們的會眾將拯救你? 是個騙子, 誰從不斗你? 在全能的上帝的眼前, 祂的祈禱是一種爭的味, 所以沒有人救你。 再次記住拯救你的唯一方法, 就是將自己交給全能的神的行之和命令。 每個說我是教會領袖, 或稱自己為牧羊人的人, 讓祂看到自己的懲罰, 祂的懲罰將是七倍大, 鄉親們, 許羊群, 以賽亞十八。 今天, 正如我們見證的, 每一個教會, 會眾, 清真子, 如此多種類型的信仰, 都為魔鬼服務緊, 不是為全能的上帝。 他們怎樣能抗拒即將到來的破壞這法? 沒有人, 除了神的人, 只有祂可以透過即將到來的洪水的火。 每個人, 誰是祂的恩典同要, 以經識別, 密封, 並簽署全能的上帝的名, 是祂的額頭上。 無論什麼 洞和火波來, 祂都會平安無事, 與所愛的人一起生存下去。 為此, 你會見證他, 當你的罪人與反罪製造者, 服你的懲罰, 其他人, 誰祝福全能的上帝, 將看見你, 保護自己的愛與恩典。 波希塞俄比亞, 我貧窮的國家, 特瓦克多東政教, 我的真實與熱愛的信仰, 將恢復, 並將照耀像太陽。 我們全能的上帝, 我們的老爸, 擺在我們的國家統治我們。 我們的母親處女結婚將擁抱, 他的孩子, 用他母愛的手, 住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聖加布女奎爾, 聖麥克爾, 和我們父輩們所愛的天使, 將照耀著我們, 守護著我們。 我們全能的老爸, 眼和耳朵常常看著我們。 誰會反對我們? 在一個燦爛的埃塞俄比亞, 我們將享受他的愛和恩典。 那些生活在地球所有面孔中的人, 作為一個國家, 作為個人, 作為一個國家, 或作為任何形式的國家頭罩, 誰信奉獻和真正的伯瓦克多東政教, 將有一個地方, 埃塞俄比亞近這裏, 他們將居住, 他們將有全能的上帝的恩典, 並擁有他們的願望。 他們是我們相愛的兄弟姐妹。 我們喜歡擁有他們, 我們用我們的愛擁抱他們, 我們在一起, 將讚美我們全能的老爸愛的命。 只有這個機會, 任何國家, 和任何州, 都聚集, 你們每一個人, 都會看到光明, 如果, 只有當, 你接受全能的上帝的精神指引。 他們必須服從奧塞俄比亞的治理, 全能的上帝的經緣和命令, 如春水一樣流動, 還有光照耀和醫治每一個靈魂的地方。 如果你從心中接受和服從, 按照來自全能的神的光的法則去做, 在我祝福的國家將是安全的。 你將獲得和平與和諧。 如果沒有, 你會看到他。 你應該肯定, 你會為此付出代價的。 記得, 地球上沒有人會救你。 我告訴你, 一定要, 你會黑土, 你會哭, 滿滿的淚水。 你會拼命地嘗試, 被聽到, 被受落, 都為了生存。 但是在悔改時間過後, 沒有人或什麼都沒有來拯救你。 你應該確定他, 是全能的上帝光最終命令的判斷。 你們這些力量, 工業化國家, 發達國家, 你擁有一切, 在你的命令下, 你可以給予, 你可以採取, 你可以殺死, 你可以減去或添加, 任何國家, 誰是窮人, 誰是你的仆人, 你做任何你喜歡對他們做的事, 因為你是他們害怕的上帝。 巴比倫美國還有他歐盟, 亞洲, 美國, 非洲和澳洲的兒子, 他們都在你的控制之下。 你巴比倫美國是他們的上帝。 他們服從你, 他們做任何你命令他們做的事。 在我的國家, 我們的政府正在做, 其他國家, 在你的指揮下擔造。 我們所謂的國家, 服務緊, 為你所有的利益, 和要求。 你知歐塞俄比亞亞, 你把它稱為飢餓的例子, 你給了我們一個人人都知的名, 一個飢餓的人, 是真的, 在你的年度統帝中, 我們被提到, 名字, 貧困的國家, 你的財富, 知識, 你的政治人格和權力, 你的行業, 你所謂的精神人物, 以及所有人類種族給予的尊重, 所有這些尊重和明星, 你獲得的, 讓你感覺, 如果你是上帝, 在全能的上帝面前淡造, 你激起了他的憤怒。 以以塞亞, 二時六至二十二拍爾斯蒙, 三十二, 三十三, 十六至二十二, 帕爾斯蒙, 十八,十九, 為了令你感到羞愧, 他選了那些你從來沒有, 都從未見過他們的人, 作為一個人。 作為一個州, 他從來沒有選巴比倫美國, 而是他選了飢餓的人民國家, 你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把他視為一個州。 他選了埃塞俄比亞, 作為他統治的地方, 他的皇位的地方, 他打理, 引導, 擁抱, 豐富, 並賦予他的光和恩典, 給予他們豐富的健康和財富。 就是這個, 他要做, 對於哪些, 哪個服從, 跪低, 他的行之和命令。 你很快就會看到他發生, 如果你是生存的命運。 每個人根據他的誠實, 根據他的禮貌, 善良, 真誠和破碎的心等來判斷。 無論他庇護什麼信仰或宗教, 全能的上帝都會見到他, 拯救他, 向他展示真正的道路, 把他由撒旦和他的軍人的速迫中解放出來。 一個真誠的人一定不用擔心, 相反, 他應該, 必須有信心, 全能的上帝請救手。 他不會消失, 那些罪人, 罪犯, 雞奸, 同性戀, 雞女, 空奸者, 騙子和殺手, 誰將付出他們必須付出的代價。 懲罰將是嚴厲的, 特別是對於哪些誰知道他的人和命令。 那些宣揚神的話的人, 對於那些永遠不知神的話的人, 是最應該對神負責的人, 因為他們大膽地解釋他, 他們希望他是。 因此, 他們無所謂具感名之故犯, 忽視他的神聖話語。 他們會以看不見的高價來付出代價。 所有人都會根據他的行為受到評判, 並非根據他的行為。 尤其是那些認識他的人, 是大膽地, 他們改變, 抹去, 添加, 減去他的話, 盲目爭他們世界獲得的知識。 他們從來不尊重他的神聖話語。 所以, 他們會按照他們的石頭深付出代價。 他們認為教導他的話, 並在教會服務, 作為一個日常工作, 是他們的意義上, 是做, 只是為了養活他們的圖。 他們代表他們天下的願望和利益來衡量, 為神服務。 G. 埃茲基爾 34, 你怎麽比較, 今日所謂的精神人, 和那些閃亮的星星, 好像埃利亞斯, 阿伯拉罕, 摩西, 約翰, 馬修, 馬科斯等。 究竟如何, 你能將我們的時代教皇, 主教, 紅衣主教, 全教士, 鞋上真正的優雅, 奉獻, 精神戰士的過去, 我希望我出生, 就當時淡, 在這個最糟糕的索多姆時代, 更好的, 而不是被創造。 只要增開, 你的眼和耳朵, 仔細閱讀, 關於低間全能的上帝的判斷。 沒什麼新的例, 在這個明確的削減消息和決定之後, 是他的方式縮放, 測量, 篩選和判斷你。 你將根據自己的行為進行測量, 過重和深度篩選, 不是由你講什麼, 而是由你心和心講什麼。 根據你做過的事情, 做和忽視, 悔改, 你會招致和接受, 你的嚴厲懲罰。 地球的所有面孔, 無論是陸地, 還是海洋, 都不是一個安全的避風堂, 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服從並服從自己的判斷, 並接受他接著決定。 全能的上帝將閃耀在奧塞俄比亞的山上和周邊地區。 他,我們全能的上帝統治著奧塞俄比亞。 他將他心愛的伯仁和兒子放在奧塞俄比亞的寶座上。 塞謀爾, 二時一至十羅馬, 一時十六分三十二奧塞基爾, 七, 他們將得到祝福, 並服務於他的人和命令。 他們保持, 備護和把氣, 他的羊在肥沃的土地。 他照耀著他的伯仁和兒子, 他經常拉票他們, 他的結束恩典。 觸摸他們無異於觸摸他的眼睛。 你地中任何人, 誰認為, 碰他的伯仁將被淘汰, 在實現你的願望之前。 除非你接受, 並服從他的兒子和伯仁, 作為你的精神和總的州長, 你無任何選擇, 在地球上一個和平和諧的地方生活。 你將永遠遭受看不見的災難, 毀滅。 而且, 由於你的懲罰的嚴厲, 你會恨自己。 這很快便會完成。 沒時間了, 一切都準備好了, 行動很快便會跟進。 所有全能的上帝的有罪戰士, 被置於戒備狀態, 並放置在你的門前的任何地方, 他們已經在等待, 等待我們的父親最終說。 對於那些要受到懲罰的人, 聽同讀條信息等於接受他們的死刑令。 地球將繼續變亂, 直到你看到你的滅亡過程。 旋風, 海嘯, 地震, 火山, 致命的風暴, 洪水, 致命的病毒, 將激增一千倍, 過你現在看到的。 是最致命的破壞的症狀, 它旁邊。 你的總州長美國, 誰讓你不敢人類, 將消失, 從地球的臉? 你, 每一個州, 政府, 你相信同崇拜, 美國巴比倫的文化, 經濟, 技術和工業的成就, 作為上帝的祝福, 但它不是, 將是一個祝福, 如果它會再生, 與全能的上帝的 和命令。 但是, 而不是它, 它做了, 是它的破壞性工具。 它以它的物質成就和發展為榮, 與全能的上帝站在一起, 它給世界其他地方, 跟著它的套房。 它教整個世界, 空間, 其看不見的形式, 而美國說, 你尊重和服從, 但你從來沒有這樣做, 全能的上帝的話, 將同命令。 你的上帝是美國, 它的盟友, 你的上帝是穆斯林, 他們的石油財富。 你的上帝是那些有強壯肌肉的國家, 你會否認嗎? 你積累的技術成就和財富, 破壞性的機器, 建造是你的雕像崇拜。 它們是你的神, 所以讓它們拯救你。 民主和憲法, 美國巴比倫給你, 政府和行政結構, 你建立, 覆制它, 你們都在美國巴比倫的指揮下, 你是他的撥人。 不理它命令什麼, 說你, 你合作, 你與它手牽手。 所以你都會與它一起消失。 今天,每個女人幾乎都受撒旦的全力服務。 電影業, 生產業, 都是現場見證人。 今天, 婦女生活, 出售自己的身體, 通姦是生活方式, 是文明的標誌, 是賺錢的一種方式, 所有這些生活方式都來自巴比倫美國學校。 女人是我們時代罪的製造者, 她們推每個人, 通姦, 在天光下, 她們走, 在街上全裸, 試圖吸引, 男人通姦, 是每天的場景, 在世界各地。 她們會用看不見的懲罰來懲罰她。 所有這些罪行和罪的掌握者生活在巴比倫美國她命令,統治,指揮,粉碎,摧毀所有對的東西,拯救人類種族。 她經常計劃, 執行, 抹殺和摧毀全能的神的法則,閃耀在世界各地。 所有人類,忽視上帝,和她們的法則,並奪她們的願望,去她們以為是正確的。 埃之基爾十三, 所有所謂的強國,她們最幸運的種族,社區,域,教會,各種形式的信仰,和她們的機構,所有這些,都轉身,反對全能的上帝的話。 一切都按照她們的意願,她們選擇,意思是黑暗作為她們的生活方式,黑暗的規則,作為她們的上帝。 每一日,你的生活都充滿了罪惡和犯罪。 你所有的煩惱,會發生,並帶你永遠地獄。你的經濟危機會比你預期的更糟。 當一個危機隱約出現時,另一個危機就出現了。沒有呼吸時間,你會有。 糧食危機將繼續下去,情況會更糟。 正如你的科學家說的,產量必須增加,沒有增加,它如何增加? 它們的命令呀,天氣!它們益了植物生長碼。看來它們是在自己當神。 沒有什麼成真的,你的希望是空虛的,沒有元素可以容納。 你所做的一切,天空白刀,你建造的,你製造的船,你生產的戰爭機器,都會消失,帶走你。 你挑戰,全能的上帝,不少於七五零零年,而加他左,時間了。 你推的一切,並開車到他的破壞,必須檢查。 地球的地球,必須變得比以前更健康。 它必須受到全能的上帝人持同懲罰隻手的對待。 它必須在一個居住的地方,為各種人類。 那些在生,仍然在生,尊重和服從全能的上帝的拿命和命令的人。 和諧地與所有的自然和他的棲息地。 遠東國家,如印度,中國,緬甸,尼泊爾,孟加拉國,越南和泰國,所有這些國家崇拜,人造石,雕像,動物象牛,它們完全崇拜,上帝創造了動物和石。 就是為何,措施是,太差了。 如果這些人要敢消失,好像棄船納爾不思。 如果他繼續這種方式,你未來的命運會是甚麼? 但你必須知道真相,你這麼多次透過,這些懲罰和懲罰的人。 這是時間,那,你必須看到對自己,不是他們受懲罰的人。 但看到自己,你看到的人已經開始考驗全能的上帝的懲罰之手。 但你的將遠遠超出想像。當你嘗試隱藏第一條消息時,其中,我將它,給你們所有,我知道,你再次會試圖隱藏這些最後的消息了。 或是你可能忽略他。我確信,你永遠不會向你的人民解釋。 你們以國家安全為借口,以關心為借口,盲目地統治著你的人民。 你們每一個人,你們每一個,你們每一個,你們是你們的人民,都隱藏著,忽視,嘲笑,對信息。 由於歷史,這些信息出現在你們手中,你做所有這些,因為,你從來沒有,從來沒有信神的話。 但你應該確信,你會醒來,當死亡龍罩著你,永遠帶走你。 我坡信,因為你的傲慢和石的善良,你甚至不認為,給自己,全能的上帝。 相反,你會嘗試,你之前同仍在做的方式。 你擔心的全球變暖會更加嚴重,特別是那些被稱為,G-8國家的國家, 他們會看到是他們自己的州會發生什麼,消耗他們的火地獄,會向他們保證。 那些將行傳下來的人,即將到來的致命破壞,很少。 那些將被淘汰的人,是他們的總人數中非常多。 空間的時間,會消失,與他生活在一起的人,並且必須和他一起死去。 無論以什麼系統,無論你嘗試,抵抗,即將到來的致命災難,你無法阻止他,發生。 我告訴過你,主要的事情,不是所有的,但在這個過程中,你會理解他。 向你的公文解釋更好,如果你隱藏,就像你之前做過的,我不阻止他。 你可以嘗試,你必須肯定,你會為此付出代價。 我有完成我的信息,只是接受這個建議,並做相應的。 1. 將此消息的副本給所有感興趣的人,如果你相信,他必須知道。 2. 翻譯他,無論使用任何語言,你都想要他,必須派。 3. 如果你派這個信息,他相當於復神的要同命令,所以你永遠不會被留到黑暗,這是你的保守。 如果你做得好,交換張系,被連吻看到。 4. 每當你派,此消息,你可能遇到一些障礙,但不要打擾,不給他注意,但做你被命令做。 5. 那些障礙,永遠不會錯過,不招致懲罰。 5. 人人有權利,甚至不讀,或他可以批評,或侮辱,無論什麼,他或他喜歡說,給他們說,我告訴你,你永遠不會看到他們的方式,他們家。 6. 每個國家都會採取消極行動,並試圖抵制信息,從分配,我向你保證,不會連吻他們。 7. 每個政府都會被迫告訴所有公民信息,但他們會去做,之後,他們遭受了某總統府懲罰。 那些避免危險,並表明,公眾,他們是一個真正的,負責任的,真正的人。 8. 本信息中解釋的所有內容都將完成,沒有任何東西沒有被撤銷。 9. 你必須努力拯救你的哥哥、妹妹、母親、父親、朋友或親戚。 9. 你必須告訴別人,你知道,其他人,都必須知道。 10. 沒時間了,他有起床。所以,不要猶豫,告訴所有你相信,他們是你關心的人。 11. 聽到並閱讀這條信息的每個人都要由他來選擇,那是最黑暗的方式,或光之道,同生死,這兩個選擇與,他的手。 12. 你們每個人,必須決定,你們未來的日子,透過選擇,從壞,和好。 12. 每個人,誰盡了最大的努力,向他人通報,已經做到了,他的義務,他將得到全能的上帝的報酬。 13. 我們是值得信賴的伯仁,是全能的上帝的兒子。 我們是他的使者,都是發言人,我們有權向你們傳達他的信息,給人類種族。 14. 在每一頁中,你都會有一張腳著,你必須閱讀他。 14. 所有的腳筆記都提到,全能的上帝的聖經自15,整個世界,將判斷,全能的上帝的話,這是聖經誰你知道他,不少於7500年。 16. 這不是你修改,拆除,敢去和解釋為你喜歡的聖經,但唯一可辨認的聖經,指的是特瓦多東正教聖經,那,是用阿姆哈拉語寫的。 因此,你可以把它翻譯成任何你需要的語言。 在阿姆哈拉語中,我們稱之為塞瑪尼阿哈道。 17. 即使其他聖經,被減去,並改變,對於最初的參考,你可以使用它們,但過濾,並拿出全能的上帝的真正的話, 你最好指的是奧塞俄比亞特瓦多東正教的司馬尼阿哈德聖經,阿姆哈拉語。 18. 在阿姆哈拉文編輯的留言中,我詳細寫了封郵片,因此,你可以翻譯它,並獲取所有詳細的消息內容,並充分通知。 2000年5月27日開賽俄比亞歷法,感謝全能的上帝,我們讚美祂的神聖名,令我們的父親、創造者,和拯救主與祂真正的信任。 而同的,對於那些不知真相,盲目被魔鬼咬,誰是善良,真誠,誰有一個破碎心,我祈禱給我要的父親,全能的上帝,拯救他們。 你的非常真誠,從全能的上帝的赤瓶伯仁。 羅馬 1. 埃茲基爾 14 比 12 比 20 。埃茲基爾 16 比 31 負 34 。 以塞亞 40 時 6 至 8 。 證明 7. 言語 6 時 26 分 35 。 以塞亞書 57 時 11 分 13 。 通知,有些建議,你們任何人,當你讀到條信息時,你可能會充滿關注,我說它是好的。 但是,你的憂慮必須結束,透過祈禱,禁食,悔改,你心愛的神。 無論你信仰什麼,無論你住在哪裡,無論你是什麼信仰,你,問祂人持隻手,從你心和靈魂。 You are the best. 我信仰,你認識我。 You are the be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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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